被人看低的時候 自然就會有一個很想證明自己的決心 可以告訴他們 我們都可以做到一部電影出來 我是陳志發 我是一個新進的電影導演 我對上的作品是《點五部》 《點五部》最大的困難就是 我想大家都知道 200萬要拍一個關於80年代 還有連場動作運動的一部電影 在資金上有一個很大的限制 之前其實都有很多的前輩 或者其他人都未必看好這個作品 都覺得這部電影的失敗機會是很大 所以這個是我們拍攝的時候 有一個很大的心力壓力 其實這部電影的對白都說了 就是一搭出頭手優 你就不能回頭 我已經走了半步 走了出去 如果中間半途而廢 是一件很笨的事 因為我當這部電影 我最後一部電影 有很多時間和心機都放進去 我希望我將來不會後悔 儘管是很多自然上的不足 但是大家都有一種不想被人看低的感覺 因為我們聽到很多閒言閒語 所以其實某程度 一些人可能不相信我們 覺得我們做不到 某程度都是給了一個動力 讓我們繼續去完成 就是 彭球和人生就是 在外面等一個球 其實可能等很久 你才有一個球給你 你接 如果你一失敗了那一下 可能因為你一下子 你的球都輸了 其實每一個香港人 只要他們有勇氣 去踏出去 就有可能 可以接近到他們的夢想